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中心的记者江国前 好了 主播 画面上的就是摩洛哥6.8强震 当下的监视器影像 可以看到刚开始摇晃 民众发现不对劲抬头 起身就开始跑 接着就可以从镜头感受到 非常强烈的晃动 大家都在投命 还有人不小心绊倒 结果下一秒钟 右侧的建筑物就有瓦砺碎片 开始掉下来 打到地面的时候 是扬起了一大片的烟尘 所有人护着头在奔跑 差一点就被碎片打中 可以说是相当的惊险 地震发生时间 是在当地的晚间11点多 死亡人数是不断的在上升当中 经过一个晚上 我们也看到了 当地白天最新的画面 因为有光照是可以发现 重灾区马拉克石 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象 房子不是全岛 就是有一半崩塌 地面上的石头瓦砺堆了满地 救难人员还在现场 想要挖有没有生还者 马路上还有车子被砸到变形 另外地震后是传出了 世界遗产有被震毁 从最新的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遗产墙面 虽然不是全岛 但也剥落了一大块 因为很多人包括摩洛哥 当地人和观光客 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 可以看到不少民众 早上是拿着枕头棉被 到户外来补棉休息 就算房子没有垮 也不敢回家 因为自从6点8主震过后 至少发生了一起 4以上的余震 专家也警告不排除 会有5以上的余震出现 所以还是可以看到 户外空旷的地方 有些人持续的是在避难中 以上这些消息 好 谢谢国田 那么这一次 发生在摩洛哥的大地震 瑞士规模达到了6.8 由于震源的深度 只有18.5公里 属于极浅前地震 因此您看到了 目前至少有1037个人 是不幸丧命 而这也是摩洛哥当地120年来 最大的一场地震 那我们就进一步来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房屋都是严重的倒塌 几乎变成了废墟一片 而且还有车子被大石块压个正着 现在也确定说 有世界遗产的建筑也应声倒塌 因此摩洛哥当局估计 恐怕丧命人数还会持续增加 大批民众仓皇走出户外 人行道挤满人群 一片混乱 男男女女四处张望 挂着惊恐表情 因为就在前一刻 摩洛哥当地晚上11点多 才刚发生一起大地震 居民有客全受惊吓 因为这起地流翻身 规模高达6.8 84万人口的古城 马拉克什备受重击 尤其镇阳就在马拉克什 西南方71公里距离 镇源深度只有18.5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破坏力非常惊人 连隔海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都有感 不少人大包小包都只敢 睡在广场路边 等比较空旷的地方 尤其大量建筑瞬间倒塌 民众救难队赶紧 在各处瓦砾堆找人 甚至不少车子 也都被瓦砾石块纷纷砸中 目前统计已经有 好几百人伤亡 参唤陆续送进医院 当局的估计三名人数 恐怕会破千 专家表示尽管这起地震 周年初土耳其大地震 规模的三十分之一 但已经是摩洛哥 120年来遭遇最强烈的地震 目前各国陆续派出 救难人员协助救援 政府也开始为灾民发放物资 回到国内房屋倒塌 是因为建商施工不慎 台北大直楼塌案今天已经第三天 但是机态建设依旧没有人出面说明 担心建商有可能脱产 因此台北市法务局的局长 晚间到了北院来地 撞对机态申请假扣押 将近是6200万元 这部分马上连线记者黄敬分 敬分请说 好主播大直民宅倒塌 至今机态建设的高层 还是没有人出面回应 台北市府对此严厉谴责 那么在稍早北市的法务局局长 也在律师的陪同之下 到北院地状申请假扣押 那总金额来到6200万元 对此法务局的局长 稍早也有最新的说法 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针对机态建设造成大直接的损害 那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是 只能用市府的名义 先来申请假扣押 所以市府有统计 就是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有关于我们可能将来 有发生的鉴定费 工程费 还有道路的回损 跟安置的费用 我们目前向台北地方法院 申请假扣押 新台币6195万9982元 那第二波的部分 其实市府已经在准备 那会就市民的财产损失的部分 再去进行假扣押 好那就是申请假扣押的金额 是包含受灾户的安置费用 以及市府财产损失 现场工程已经鉴定的费用 另外还有市民房屋受损的部分 另外法务局也要准备 第二波的假扣押 是针对25户全岛 最高可能来到上亿元 那对此呢 台北市议员就指出 目前机态建设的财务状况 其中负债比已经超过了63% 其中只有137亿元是现有的存货 包含在施工中的工程以及代售的房屋 北市府要先设法保全这些资产 并且同时协助市民来做后续的求偿 以上是问你讲我现场最新 好那么在大直街的现场 是持续的灌江 截至在今天的傍晚 进度已经达到了84% 最快在今天的深夜 最慢在明天可以全数完工 而截至9月9号撤离人数累计是464人 下午消防局特搜也到场 来评估住户是不是有可能 能够回家拿东西 原本预计要全部灌江完成 大约得要花费5400立方公尺 但现在在9号的下午3点多 只剩下我后方这一块 大约还要840立方公尺 本来预计新起天完工 现在也立拼今天晚上完全灌江作业 大直民宅倒塌进入第三天 灌江作业不间断 从公拍器的适者往下看 怪手来来回回做灌江工程 几乎已经回填到表面 而邻近的道明中学也进行修复 比起原先准备下线的建地 恢复8成以上 架起梯子准备从楼上进入下线的屋内 北市搜房局特搜人员 四车十人来到倾斜最严重的单号房屋 要评估屋况返家路径以及风险 就是为了让住户能尽快回家收拾东西 不少住户住了几十年 已经习惯这地方坦言真的不想为此搬家 截至9号北市府收拾201户 人数464人安置到20家旅馆 就是因为担心房屋还会有倾斜的可能 为此图木计事工会指出 会用相关的仪器每半小时检测 至于呈现的部分它要有一个标准值 跟后续的一个增加值两个去比对 原则上不要超过两百分之一 如果它已经回填到表面了 那没有再持续超过的话 那这个房子大概就可以研判 依到当时的数据去研判 它到底是不是在安全的范围内 房子坍塌主因和机态建设脱离不了关系 尽管发出声明不会逃避 但相关人员却始终都没有出现 有议员到北检购建商 公共危险 杀人罪 徒利 以及违反技术成规等罪嫌 北检已分他自案要查个彻底 TW新闻综合报道 建商的5万块慰问金 能够换回一个安稳的家吗 400多位的受灾户有家归不得 当天被紧急疏散 只能随手抓了一个帆布包就走 信用卡跟现金都放在家中 这几天只能靠亲友接济 生活陷入困境 一个帆布袋 一个手提包 就是他们所有的家当 现在安置在旅馆 钱包内没现金 还有五六张信用卡 也放在倒塌的大职租屋处 基本生活需求都得靠人接济 住屋被紧急疏散 来不及拿的东西 全都是现在的开销 尽管集态建设说一户普贴5万 但是 我觉得不够的原因是 我们之前才买的那些床啊 冰箱啊那些其实开销都很大 这5万其实也 能补上的洞其实很小 集态的相关负责人员跟我们说 我们这几天采购的日常用品 可以找他们报销 但是具体的方式他们没有讲得很明确 受载户们自力自强 自己成立赖群组 互相交流讯息该怎么争取权益 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今天看傍晚能不能通电 如果通电的话 在游市政府这边通知那些双号 或者是单号后面 或者是三项后面的 看他们有没有意愿 愿不愿意 如果最快的话 搞不好明天就可以回来住了 因为饭店预计住到11号 会持续跟业者协调 是否能延长两周 正在长期中继安置部分 选在南港重阳路上的国宅 目前水电已经有了 家具采购会尽快处理 要让居民尽可能维持正常生活 但原本的家已经回不来了 TVB的新闻众头报道 民宅崩塌的现场临近雪区 因此几百公尺外 也就是实践大学 不少租房子的学生 这次也受到了波及 3万块租金石城大海不说 建商说好的5万块慰问金 他们更是一毛钱都拿不到 拎着行李手拿大包小包 这些人全都是实践大学学生 怎么样也没想到 在学校外300公尺租房子 竟然会发生房屋坍塌事件 赶紧登进临时安置地 因为星期一就要开学了 有其他同学已经住进安置饭店 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然后因为我们逃出来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所以我们可能只有戴一件外套 然后其他东西都要用买的 两个人住一间房 虽然有提供必需品使用 可是当天走得太仓促 什么都没有带 也让学生们求助我们 在紧急要缩困的话 我们要找新房子的话 我们也没有多的钱 可以去买那些东西 我们只是学生 对 然后买新的东西没有 而且下礼拜一要开学 然后找房子其实也蛮困难的 然后押金也没有先退给我们 四个人合租三万多元的公寓 还有六万多块押金 在房东手上 师傅发的急难救助金六千 一人只能分到一千五 根本不够用 甚至连建商发的慰问金五万块 一毛钱都拿不到 补偿全部被房东拿走 大学生苦不堪言 所有物品都还在屋子里 明明有租屋处却回不去 还有班级导士德之后 有帮忙和师傅联系 给予协助 如今读屋下线 没办法再住人 只好到处找房子 眼看周一就开学 满腹的委屈又该向谁求偿 TUZ 郡主任苏佩宇 台北采访报道 好 那如果住家附近有建案施工 民众到底该如何自保 目前市面上的住宅 综合保险针对建案施工 造成的损零事件 并不在城堡范围 因此看起来后续最重要的 还是建商的处理态度 这部分详情再交给家琪 大殖民宅塌陷 现在大家都想问 到底是人为还是天灾因素呢 我们就带你看到是台大环境 工程学博士 他是这么讲的 他说台湾的房屋 因为密度太高 地下人稠的关系 又加上地震频繁 还有土壤异化的问题 所以你的房子 想要越盖越高 你的地基相对来讲 就得打入更深的研盘 那么挖身影响周边的建物 当然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那么如果你出现 均裂的状况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做呢 那么像他就建议了 你赶快去找土木结构工会 宁愿花一点小钱 来省未来可能发生 这整个楼塌的大钱 还认为这是可以自保的方式 不过讲到了 我们待会来看到的是 现在如果房屋毁掉了 到底有没有保险可以保呢 不过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个住宅综合保险 它的理赔范围 只有在这些地震 火灾 雷急 爆炸 甚至是车祸 这里面就没有包挂了 建案损林这一回事 所以别加施工我加受损 现在可以说是 无险可保的状态 那么他们说现在 这个看机态 有没有保营造综合 等等的这样子的保险 也许这个建商获得一些理赔 他就能把这些钱 用在这些受灾户的身上 当然事发已经第三天了 机态建设高层却持续神隐 而且还放了副市长 李四川的鸽子 李四川原本要求 机态的总经理 今天中午要到场来协商 却被当成了耳边风 机态总经理电话 甚至还关机 另外这让李四川罕见动怒 因此他强调要是在这样下去 将会寻法律途径 机态建设的 这栋大楼的警卫 是他们不让我们上去 然后连这个陈情书 他也都完全不帮我们转交 人道机态建设却不给进 台北市议员刘采薇干脆跟受灾户 把诉求张贴在大门口 要求机态负起责任 因为事发已经第三天 机态高层至今必不见面 北市府很火大 副市长李四川生气了 原本要求总经理9号中午到现场 要协调不少事情 像是住户安置后续 需要安置多久 还有赔偿等问题 都在等着机态来讨论 北市府都已经要求到场了 机态总经理却不甩 时间到了人依旧没出现 总经理继续失联中 派工地主任到现场了解情况 再用发布重讯 对外简短宣布立场 诚意在哪 住户看不到 更别说连一声道歉都没有 道歉我觉得也应该的 讲到建商 对 他昨天说要发5万块 这钱去哪里 你没有拿到 当然没有 太过分了 不只过分了 再好我们也不会给他干 其实今天有掉眼泪 看得也很稀酸 最后的结果就是逼着方你们 必须跟机态建设去签合作意愿书 有人讲到演犯泪水 不管北市府官方三声五令 机态高层持续神瘍 鸵鸟心态凸显的是北市府的卑微 最倒霉无辜的还是受灾户 而翻开过去的新闻事件 其实机态相关人员争议频传 电话关机的总经理冯先勉 至今完全的失联 包括安置问题 赔偿问题 他通通不回应 而董事长陈世民 也曾经在2011年到2014年之间 卷入了境外投资吸金案 最后是以150万元交保 一桶白发穿西装外套走进地检署 他就是机态建设董事长陈世民 从2011年到2014年间 曾卷入境外投资吸金案 最后以150万元交保 这会发生大殖民宅倒塌 他的身份再度遭到起底 今年76岁董事长陈世民 台科大建筑博士毕业 白手起家 1979年成立机态建设 上市后主力开发台北市精华地段 曾在新一区推出豪宅新一之星 天后张惠妹 以及镇山名流都曾经住在这儿 而涉嫌同一件吸金案的 还有机态建设总经理冯先勉 从事建筑事业已经超过20年 致力研究地产投资 却和董事长双双被指控 以投资境外不动产 并保证获利为理由 向十多人吸金上益 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而机态建设副董事长刘柏良 过去是警大四四齐毕业 曾任高雄市警局长 最后当到警政署前副署长 但在今年1月退休后 就被机态建设盐览当副董事长 被媒体人酸 机态建设确实很懂得经营人脉 警政署业务完全不相关的 这个建设公司去当副董事长 在地方都要处理这种 所谓黑白两道 如果高层都消失联络不上 那刘柏良先生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你可能会变成这家公司的 带罪羔羊 为了避免机态脱产 规避责任 台北市府已经成立 律师团向法院递状 申请假扣押 确保受害住户权益 粗估赔偿金额 至少超过10亿 他目前的负债比高达63% 工地土地 以及他的这个房屋的存货 所以未来台北市政府 我们会请台北市政府 要积极的针对这些 137亿的存货的资产 提出这个财产保全的法律程序 台北市府除了协助安置受灾居民 也会协助负担诉讼的律师费用 家园重建需要多少资源 受灾住户等着机态高层出面解决 TV宣传李明和黄金芬台北报道 但是否还有更多的未爆弹 立委高嘉瑜指出 不止大指建案 机态位在内湖的机态壁壶建案 去年开工之后 隔壁大楼也出现了倾斜的状况 因此也希望相关单位尽速处置 人行到越渐进其楼 越往下倾斜 长度延伸到一旁的工地 这处工地位在内湖737向旁 建商同样是机态建设 不止是大路前方的人行道 来到后方转角处 明显有下线的情况 这个建案和机态大直 开工时间相近 邻居就怕自己也成了 坍塌受灾户 就是隆起然后有高低的落差 原本高低落差非常的明显 但后来机态就是来 铺这个博油 把它重新再铺 就是搜上都重新用铺了一次 住户层情希望相关单位 可以重视并没有出状况 目前机态建设旗下 在台北市一共7个建案都已经提供 有记事认为 在发生过灾害的特殊地质地区 开挖深度超过7公尺 就要送结构审查 机态大直有没有违规 要再查 不过也指出 建案连续壁或是梁柱发生异常 至少一个礼拜前就会发现 一般来说建筑工地 在不同的施工阶段 会放上不同的检测设备 要来监测附近的土质 甚至是一些压力有没有异常 如果发生状况 可以立刻隐隐 以这处工地地下工程来说 钢梁上会装设土压剂 量测压力过大或过小 就代表测土有异常 每一个横向和直向都会有 另外中间柱也有观测点 测量是否下沉或隆起 连续壁也会有感测器 监测是否有异常变化 一般来说建筑工地每个月 都会有监测报告 每星期的监测数据 都会详细记录 不会让异常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 酿成意外 所以现在不少买了 积态大值预售屋的屋主 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专家也提醒 说买预售屋有三大壘区 一不小心就会沦为烂尾楼 该如何防范呢 时间先交给佳琪 而大直街这个倒摊案子 也让大家关注起 这都跟围老楼 那么到底要注意到 哪些地雷可能会碰到呢 我们现在也来看到 是有两大因素 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第一个就是缺工的部分 尤其是现在人力 真的很难找 那么成本更可以说是难以控制 再来就是料涨的问题 那么原物料现在都大幅涨价 受到物价波动的影响 所以对于建商而言 也可能影响到他的工程进度 甚至是后续发展 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特别要注意的是 哪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新建商了 新建商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时机 也没有口碑 甚至是没有财力 当遇到升息的时候 多空因素导致资金难嘎 可能就会出现缺口的问题了 就算他完工了 一旦遇到品质有疑虑的话 他可能就沦为一岸建商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那么倒霉的还是这些住户们 再来就是小建案的部分了 由于他们可能是比较小的基地 甚至是户数比较少 所以他们可能把大部分的人力 把它改派到合作比较久的建案 一旦这工料成本增加 那么缺乏了相对的应变能力 那么现在他们当然是希望 抢赶快来开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抢更高时辰的 容积奖励 不过一旦发生了成本计算失准 工料突然大幅的涨价 这些人就会面对到的是进退失据 那么相对建商就会出现资金调度的问题 好 所以大家要学起来 这三大累区包括了新建商 小建还有赶着开工的围老建筑 其实都要相当的小心 当然我们知道烂尾楼事件平传 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 因此金管会也寄出了三大措施 来强化不动产的信托机制 包括只要有一位的买方和建商有买卖的纠纷 受托银行就必须要先扣住信托价金 不准建商再动用 那么另外一旦有发现建商有财务上的问题 受托银行也必须查证 而且要要求改善 中国大陆房市坏消息不断 过去的房地产资优生碧桂园 爆出债务危机 恒大集团也在美国纽约申请破产 近年来大陆房市明显泡沫化 一旦出现债务危机甚至倒闭 恐怕引发房地产违约潮 及大量浪尾楼情况 不过在公料双涨缺工问题的冲击下 烂尾楼现象近期在台湾确实也出现 在台北市的北投及大同区 都爆出烂尾楼事件 有两笔预售建案都无法依约定完工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块土地 就是烂尾楼的土地 预售结束后其实它停顿了一年多 因为建筑成本提高 所以它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下去 北投温泉路上的尾楼重建案 原本预计在104年底完工 不料今年6月停工 7月建商传简讯告知美方 营建成本高涨 公司营运困难 无法继续兴建 放任建案成为烂尾楼 买了大概六成多七成 对 如果原地主户刚好可能是100% 预购户听说有拿回六成款 可是地主户没有 地主户的土地被拿去融资了 对啊 其实地主户的问题要解决 还是希望有一间强而有力的建设公司 愿意介入 预售屋便烂尾楼事件频传 对此金管会也强化不动产信托机制 包括只有一位买方通知银行 与建商有买卖纠纷 会先扣住信托账户内的买方价金 不让建商动用 另外建商若出现财务问题 银行要求正外 也可以要求建商提出改善措施 必要时也会向建商提出查核报告 也依据行政院消保处的一个要求 我们有再次喊请信托工会 去提醒信托业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建商本身的财务状况 如果发现财务状况有异常的时候 要请他提出说明 如果特别严重的情形 要请受托银行向建案所在地的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承报 并且通知内政部跟行政院消保处 如果说银行发现建商的财务有问题 这个通常都是在等到建商爆雷之后 才会发现 不太可能在建商还没捐款落宝之前 就已经听到说这个建商有财务的危机 因此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比较小一点 房产专家也提醒 消费者购买预售屋一定要小心 规模不大的小型建案 即刚成立的新建商更容易面临倒闭问题 而太快成案的危老建案 风险也较大 建议目前民众如果要买房的话 还是购买 城屋是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如果要购买预售物的话 尽量找一些有口碑 或者是大品牌建商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然后尽量避开一些资本的比较少 或者是一岸建商会相对比较有保障 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建商 会在建案基地周围围上铁梨 围上铁梨其实不代表动工 最重要的动工迹象 是要看它有没有开始开挖地下室 我们观察过去的建商倒闭 落跑的这种状况 很多建案都是连地下室都还没有开挖 建商就落跑的一个情况 所以民众在买到 在购买预售物的时候 其实要观察建案基地有没有开工 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在公鸟双掌资金紧缩的压力下 选购预售物时一定得更加小心 打听建商口碑及财力状况 才不会让买房梦沦为恶梦一场 TVBS新闻 闫瑞生 刘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再来我们看看国际局势 最新的状况又是如何 正在印度登场的G20峰会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 引发了国际间诸多的揣测 包含认为是习近平不想让印度主办的太成功 而这似乎有机可循 因为外媒报道 印度正在研究台海战争 包含要开辟中印边境新战线来对抗北京 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8号晚间抵达印度 代表习近平出席G20峰会 G20领导人会议 向来是以大国外交自聚的北京重视的场合 外媒分析 聚团体成员国过半是美国盟友 加上俄罗斯总统普清一定缺席 习近平不想势单力薄 陷入尴尬才让李强带打 但是此时印度更不甩北京 根据蓬勃披露 印度军方正在研究 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而且美国跟盟友涉入 印度可能的支援方案 包含担任后勤枢纽 甚至在中印边界开辟新战场 让北京分身法术 美国在各种场合炒作台湾问题 制造紧张 挑动对抗 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是非常危险的 接连缺席国际场合的习近平 根据官媒消息 他去勘灾了 视察一个月前 洪水肆虐的重灾区 黑龙江上志市 或许要先安内 习近平外交活动明显减少 外面关注11月iPad峰会 习近平是否亲赴旧金山剑拜登 否则连续不出席领袖会议 将更引发国际议论 TVBS新闻林龙市陈韵文综合报道 而同一时间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他接受了CNN的专访 表示和谈停战并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将会誓死夺回尸土 乌克兰方面呢 也释出在巴赫姆特郊区 他们追着俄军开火的画面 从白天到黑夜 乌东巴赫姆特基站几乎没停过 就算二军炮弹就打在正前方 乌克兰士兵还是继续勇往直前 这样的激烈交互每天上演 尽管不是每天都有推进进度 但乌军第三突击率 最近在距离巴赫姆特 大约5公里的村庄 克里什·齐夫卡取得不少进展 其实透过空拍当地模样 早已呈现一片焦土 凸显炮火几个月来又多猛烈 然而使用火力强大的武器 只能说是无奈之举 像乌军在乌南也拿火焰喷射器 作战啥敌 军队在扎波罗热除了日前 夺回萝卜地村 最近还鼓鼓把战线南下 推到三公里以外的村庄 说起来简单 但实际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 北方战线虽然比起 乌东和乌南相对平静 但乌军不敢松懈 军事演练还是照样举行 甚至还把拿到手的 俄军T-72坦克 拿进自家部队 只不过到底要摧毁多少敌军 乌克兰的反攻才算成功 总统泽露斯基接受CNN专访 再度明确回答 赞露斯基表示 现在谈出来的和平 只是暂停战争 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乌克兰现在的目标 就是顺死都要赶走 而军 纪月新闻走不动 另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最近行程满岛 在星期五视察北韩第一艘 河前舰下水典礼之后 星期六午夜又带着女儿金珠爱 在平壤街头阅兵 接下来还要参加东方经济论坛 预计将会跟俄罗斯总统普清会面 拉上散兵服拉链 戴好护目镜 他们是北韩人 引以为傲的荧光与散兵 在黑夜中一耀而下 散兵们的背后还有秘密武器 荧光与散兵的喷火大进场 看得北韩人瞅目结舌 9月9号是北韩的禁国日 平常街头又有阅兵 金正恩再次带着爱女金珠爱 在公开赏合露面 两人还有说有笑 不过这场阅兵 没有坦克也没有洲际飞弹 有卡车改装的移动式炮台 和拖拉机运送的劳农世卫军 这是北韩的民防组织 人数达到北韩人口 四分之一的570万人 其实在热闹阅兵前 金正恩还见了大陆国家 副主席刘国舟 并且主持北韩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典礼 除此之外 南韩媒体报道 金正恩将在下周一启程 搭火车前往俄罗斯的海森围 参加围席三天的东方经济论坛 并且和俄罗斯总统苦心见面 金正恩忙碌的一星期 恐怕也将牵动未来的国际积序 TV熊恩这么多报道 我们也来看美国政坛 陷入了高龄化的危机了吗 现任总统拜登80岁 而83岁的前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宣布明年要再寻求连任众议员 而想再选一次 川普也77岁 当中他已经是最年轻的了 根据统计 美国435位众议员当中 就有15位超过80岁 高龄化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 83岁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在社群平台X宣布 2024他将寻求连任联邦众议员 这是裴洛西第二十次参选 裴洛西是美国史上第一位 女性众议院议长 去年其中选举民主党 失去众议多数党地位后 他也卸下众议民主党领袖职务 裴洛西用宣布寻求连任 平息关于退休的猜测 81岁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麦康诺近期两度在镜头前僵住 让华府政坛大佬的年龄问题 成为焦点 到底担任公职几岁算太老 美国国会435名众议员中 有15人超过80岁 100名参议员里80岁以上的有4人 而年龄问题更是美国选明星中 总统拜登连任的一大绊脚石 甚至副手贺锦丽也被直接问到 是否准备好当三军统帅 But Joe Biden's going to be fine so that is not going to come to fruition but let us also understand that every vice president every vice president understands that when they take the oath that they must be very clear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they may have to take over the job of being president I am no different Someone said you know that Biden he's getting old man I tell you what Well guess what Guess what I can you know the only thing that comes today is a little bit of wisdom I've been doing this Laren and anybody and I guess what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with your help 最近一个礼拜 包括CNN 美联社和华尔街日报 等不同机构 做的民调 都显示差不多的结果 大约四分之三的受访民众 对拜登的年纪感到担忧 TVB新闻的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好 其实我们来看台湾 也即将在2025年 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因此饮食均衡格外重要 专家建议 饮法族要把握四大的饮食原则 包括吃得下 吃得够 吃得对跟吃得巧 尤其是要戒掉甜食 少油少盐 控制淀粉 还有尽量不要吃宵夜 另外摄取优质的油脂 像是坚果 橄榄油 苦茶油 都是不错的选择 左右伸展让身体活动起来 再做些简单的激励训练 退售后的Rita 从三十几岁就很注重身体的保养 一个礼拜我固定的运动 大概就是三天 一 三 五 礼拜一爬山 然后礼拜三就是做瑜伽提斯 礼拜五就跳倫巴 这是比较固定 然后穿插一些骑车 或者是走路的一个运动 维持好的体态也不是一天促成 从平时的运动习惯 饮食都必须好好控制 跟朋友常常就是会聚餐 然后在外舍机会很多 所以热量就没办法控管 平常在家我主要就是熬一锅 比较轻的一个高汤 然后加一些肉类 豆腐 然后海鲜或者蔬菜或者是贝类 然后就是营养也够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爱吃零醉 就是垃圾食物吃很多 逐渐的我年纪大 我就减少这个垃圾食物 不过就是像洋芋片 我就始终剪不了 就是戒不掉 所以就是少吃 生菜 水果 简单的青食 再喝杯果汁 休闲运动的点心也不马虎 虽然偶尔嘴馋吃点零食 但也不能过量 如果体重要控制的话 其实你的淀粉类摄取 就要特别注意了 每餐大概是七分满 到一碗饭的分量就好 因为你过多摄取 其实都会造成你的热量堆积 还有尽量避免 精致糖类的摄取 例如手摇引 蛋糕 还有一些其实像蛋白质类 如果你富含一些油脂的烹调过程 例如像炸的炸鸡排 这些都会造成你不知不觉 很多热量的社区一个来源 另外对于首领女性来说 因为更年期的变化 也可能产生荷尔蒙变化 甚至要留意心血管疾病 以及骨质疏松症 因此维生素C维生素D 胶原蛋白的补充也很有帮助 停经会面临到的一些 相关的不适症状 包括说睡眠的干扰 包括说肌耐力的下降 或者包括说 他可能情绪上的一个变化 所以对我们而言 我们可能会建立 他可以做一些运动 不管是重训的部分 然后做一些伸展 有些瑜伽的部分也很好 可以让自己可以做一些 身心放松的部分 那养成在这样子的运动习惯之下 假如当他之后在 六四五岁正式步入老人族群之前 他就至少维持一定的肌耐力 在迈入熟灵时 先养成运动习惯 维持一定的身体素质 不只能增加灵活度 也能透过肌肉保护骨骼 避免意外发生 尤其根据国民健康署统计 台湾肌小症盛行率高 65岁肌小症男性 为23.6% 女性则是18.6% 比如说你是60公斤的女性来讲 如果你肝肾功能是正常的话 大概每一餐要吃 大概一个手掌心大的蛋白质类 那摄取的来源 会建议以豆鱼蛋肉类的摄取来源 是比较好的 那在青菜的方面 其实会建议女性 大概每天要摄取 大概400公克的一个蔬菜来源 该有纤维质跟一些矿物质的摄取 蛋白质的补充 在日常也成为重要的一环 对于首领女性来说 因为雌激素减少 可能出现倒汗 热潮红 皮肤干燥 老化 焦躁的情形 因此每日摄取一到两份的豆制品 可以补充女性荷蒙 还可以改善心血管 血脂 降低离癌风险 毕竟年龄的增长 身体的变化最为显著 渐进式的改变生活习惯 也是慢慢学习和自己相处 找到最舒服也健康的生活模式 TVB的新闻 萧英强 谢丹茨特匯报道 上个月公开财邦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站台的前卫生书长 杨志良今天投书 他呼吁郭台铭放下吧 十几年前郭董买下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的公事包 得标价500多万做爱心 两人当时好交情 而2023年的现在 老友出面帮站台 但这家暴说引发轩然大波 郭伴也认了这言论不对 从此之后两边几乎无台面上互动 几周后 9号这天 杨志良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 斗大标题写下 郭董请你退选 成就多数民众下架民进党的盼望 本人劳坚俱华 当然不能一开始就劝他退 所以提醒他提出有感证件 自然有票才能水到渠成 公然要郭放下吧 难道两边已要翻 这段时间我们跟杨处长 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我大概也想到理由 因为当天等于是我 逼他把话吞下去 他有不当的言论 但确实是我要求他道歉 他可能心不甘情不愿 看来郭伴确实有在保持距离 但杨志良认为他和郭 我问你家暴是不是省家很多 所以这个总统胡说八糟乱七八糟 说我要道歉为什么要道歉 所以你的投书跟这一 就是跟黄世修这部分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没有关系 我尊重他们 和郭董没距离 只是文章要他退 当面却说我哪有 我从头到尾没有要他退休 但是那个话他应该听得懂 他是个聪明的人 他这里踩入一步 他就带在一步 这到底是返串还是套好招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TVR 信用颜芬 声助光红专碎于台北上帐 台湾游车才够热血 电动车满满高 电动车满满高